汉高祖刘邦正在和妻夫人鸳鸯细水 边泡澡还不忘话大饼 两人口中的吕智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后 也是汉朝最有手段的女人 公元前201年 刘邦经过楚汉对决 最终一统天下迁都长安 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 而刘邦在战乱中失散多年的妻子吕智 也正乘坐马车准备入住后宫当皇后 吕智想着终于苦尽甘来 恨不得换上汉鞋宝马尽快回宫 我们很快就要见到皇上了吧 媳妇 你还叫夫人 夫人现在是皇后娘娘了 由于周车劳顿 吕智准备在小旅馆歇歇脚 可结果才刚坐下来就碰到了劫匪行凶 幸好吕智的师兄沈一基出手相救 没过多久小旅馆就燃起熊熊大火 沈一基则带着吕智逃出生天 而此时的刘邦正在宫里享受着妻夫人的按摩采备 听说吕智被劫的消息后 一下子从榻上坐起来 赶紧安排人手前去营救 不过正所谓后宫不可一日无主 刘邦借此把掌管六宫的权利给了妻夫人 让她暂时代替皇后的位置 这可让妻夫人心里乐坏了 而当刘邦离开之后 她娴熟地伸出脚让李高给自己穿鞋 李高边整理袜子边说道 皇后 她回过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夫人不是说过吗 这话让妻夫人有些小紧张 不过见身边没人 干脆也就不装了 承认这第一波刺客是她派去的 当然事情重大若是败露 别说掌管六宫了 人都得分成六板 李高听此微微一笑 安慰她放下心来 并表明自己早已设下埋伏 即便是吕智侥幸逃脱 问题也不大 因为她老早就把曹飞的金牌拿到手了 总归是有人能当替罪羊的 听到这妻夫人才放下心来 和刘邦每每泡澡去了 听着刘邦说吕智回不来就立自己为后的话 妻夫人别提多激动了 内心止不住地祈祷 吕智一定要死在宫外 但她千算万算没算到沈亿机的出现 在她的保护之下 吕智毫发无伤 沈亿机与吕智自小相识 感情非同一般 经历了几次刺杀之后 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是愿意头上顶着一头云彩过一辈子 还是跟我去无忧无虑浪迹天涯 吕智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问蒙了 虽然她确实不喜欢宫中勾心斗角的生活 但思考半傻 她还是拒绝了沈亿机 次日一早踏上了返回皇宫的路 然后就遇上了李高安排的最后一波刺客 眼看沈亿机管不敌众 恰好此时凡快带兵突然赶到 与刺客打坐一团 成功保护了未来的皇后 并在地上发现了那枚金牌 接着沈亿机看着吕智走向禁军的背影 默默地离开了 而刘邦得知吕智即将抵达宫门后 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前去迎接 这些大臣中有些是吕智认识的 也有一些新面孔 还有刘邦的新宠妻夫人 妻夫人得知计划失败 那是满心的失望 不过在看到吕智的那一刻 她依旧装出一副贤惠温柔的模样 不仅关怀贝智还献上了礼物 这让对刺杀仪式毫不知情的吕智 对她十分满意 这让妻夫人十分讽刺 看着吕智和刘邦恩爱的背影 默默盘算着该如何除掉这块绊脚石 而吕智回宫后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块令牌交给刘邦 让她严查凶手 刘邦看着属于曹飞的男公令 一脸不可置信 曹飞一向后逃 想不到朕刚打下江山 她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还望陛下惩治奸党 整肃后宫 为臣妾报仇血 刘邦立即将后宫嫔妃们召集过来 万寿宫内屡之端坐在主位 用不太官方的语言训斥后宫 欺夫人听得心中一阵不屑 村妇就是村妇 让她咬文嚼子实在是为难了 而戴吕智讲完之后 欺夫人还忽然走上前 跪下来恳请吕智诚治自己 刘邦一脸纳闷这关你什么事 欺夫人表示皇后回宫前 后宫的事物都是妾妃管制的 如今出了刺杀这档子事 就是妾妃的无能 欺夫人一番真情流露的自我检讨 不仅成功洗脱了嫌疑 还让刘邦心里对她更加满意 眼看其他妃子都没动静 刘邦也懒得装了 直接手一指向曹妃命人 把她带下去处死 这句话问得曹妃哑口无言 因为前几日她就发现 自己的令牌不见了 但害怕皇上责怪就没敢声张 却不想因此遭来了更大的祸事 再加上欺夫人在一旁煽风点火 刘邦压根不给曹妃解释的机会 就让人将她压入死牢 还赐给她一道白领了结生命 皇子刘妃得知此事后 抱住母亲嚎啕大哭 她不相信母亲会下此毒手 连滚带爬地跑回去向刘邦解释 那个令牌是自己拿出去 跟兄弟们一起玩的时候丢失的 和母亲没有半点关系 吕智听此反应过来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咱们扯到其他几个王子身上 我说的都是实话 吕智听此赶紧起身往毛中跑去 可真凶李高早已在刘邦离开后 逼迫曹妃自尽了 吕智终究是晚来一步 他小心翼翼地扶起悲痛欲绝的刘邦 却不料被他一把推开 这是吕智第一次感觉到后宫内的勾心斗角 他看着曹妃的尸体 不禁胆战心计 也不得不说欺夫人此招确实厉害 不但用曹妃做了自己的替死鬼 还成功让刘肥认为 吕智是自己的杀母仇人 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伤 当然接下来的夺床大战也更加激烈 吕智准备洗香香找刘邦 没想到刘邦这还有个妻夫人 再多陪妾妃喝一杯吗 皇后回宫第一天 我得陪陪她 但妻夫人哪能这么容易就放手 假意为吕智考虑 故意说皇后一路辛苦 回到宫里又受了场惊吓 怕是没经历做那些羞羞的事 叫她怎么取悦于你 这不是为难她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妻夫人还表示 此时天色已晚说不定皇后早就睡了 现在过去反而打扰她休息 一番劝说下来 刘邦还真就不去了 而此时在宫中等候的吕智 边等边和侍女亲儿 讲着自己和刘邦的往事 可这下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 还是迟迟不见刘邦来 我担心皇上是看着奏折睡着了 她以前就有这个毛病 睡觉前爱看书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说着吕智就打算出去看看 亲儿见实在瞒不住了 只好把真相告诉她 说自己一个时辰前就去打探过了 皇上早就在妻夫人那里睡下了 这让吕智有些难过 怎么说自己也是第一天回宫 就这么被放了鸽子 未免有点薄情 但人家是皇帝吕智能怎么办 只能独自睡去 第二天一早想着夜宵没吃成 吕智就等着刘邦来吃早饭 可等到中午依旧是没人 问了宫中管事的下人才知道 自刘邦登基以来 衣食住行都被妻夫人包园了 一下早朝哪也不去 直奔妻夫人请宫 吕智听此心中难免有些嫉妒 而且这后宫专宠一人 早晚是要出事的 她决定去敲打一下妻夫人 此时的妻夫人正在宫里洋洋自得 她之所以这么张扬 为的就是想让吕智生气 看皇上是护我还是护她 皇上的话是金口欲言 就是吕智再背负 她敢面试皇上 话音刚落 外面就传来了吕智的声音 妻夫人一改刚才的臭脸 笑面如花地迎上去 嘘寒问暖 但吕智并没有像她想象中 一样大发雷霆 反而柔声细语地感谢她这几年 在刘邦身边伺候她的衣食住行 说着还让轻儿 呈上来一些礼物 这点薄礼 算是我对你这几年 侍奉皇上的一胆愁信 这话说的妻夫人脸色有些尴尬 而吕智则喊她坐下一桶喝茶说话 非但没有斥责她争宠一事 反而是大度地夸赞 她这几年的体贴周到 说着还举起一杯茶 表示今后她们姐妹在宫中要和睦相处 共同侍奉皇上 吕智觉得万事以和为贵 可七夫人却不这么想 她就是要闹得天翻地覆 所以在吕智离开之后 她继续作妖 在刘邦面前哭得梨花呆雨 以下的侍女也跟着添油加醋 说皇后今天来宫里狠狠地骂了七夫人一顿 这让刘邦火冒三丈 刘邦摸着七夫人的小手 让他放心说自己以后还是每天都来 倒要看看吕智能怎么办 说着还对吕智实行冷暴力 但这些都是小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是韩信要造反了 韩信率三十万得胜大军直奔长安而来 离城还不到五十里了 韩信 刘邦一听这话急得是坐立难安 这个韩信他想干什么呢 想当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 立下不可否认的功劳 但因为能力过于出众 反让刘邦有所忌惮和猜忌 如今韩信没有得到召见 却带三十万精兵直逼长安 刘邦能不下的尿裤子吗 为了查清韩信真正意图 刘邦赶紧派萧和去打探情况 这样你马上去拦住他们 让他们一兵一卒也不能进城 是 快去 慢慢慢慢 刘邦千叮鸣万嘱咐萧和 朝中诸臣礼就你和韩信关系好 你可一定要好言相劝让他退兵 切不可让他对咱们发难 否则长安禁军可抵不住他的三十万大军 萧和表示自己会即刻启程 探探韩信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临走前萧和还提醒刘邦 速速将反快 下侯应召回 以防万一来到韩信营地之后萧和开门见山 不知将军准备在何处扎营了 当然是长安城下 退军五十里 否则人言可畏 韩信微微一笑 倒也不是我不想退灭 只不过我和士兵们从燕地而来 行程千里粮草早就消耗完了 如今没有补给 我们可走不动了 萧和带着消息赶回宫中 气急攻心躺在床上的刘邦 一听韩信要粮食 顿时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要他这个位置 啥都好说 刘邦当即让萧和给掉五十万弹粮草 准备运送到韩信营地 可当吕智得知此事后 急忙赶到刘邦书房劝他停止运粮 你我谁是皇上啊 再说 我要是不把粮食给他们 他们能走吗 然而吕智的看法则和刘邦完全相反 他认为粮食一旦到了韩信营地 韩信才是真的不会走了 如今长安城内虽然兵马不足 但尚可与韩信周旋三到五日 这时间足以等到凡快 夏侯应带兵前来 到时韩信军中无粮必定不战自愧 现在送粮反倒是雪中送炭了 这番话瞬间点醒了刘邦 差一点就把自己害死了 于是赶快命人阻拦运送粮草的车马 接着在陈平的建议下 刘邦又传圣旨给韩信 让他一师武功就实 那里据陈仓很近 凡快可以牵制住他 正如吕智所说 韩信打的确实是拿到粮草就进攻的算盘 如今计划落空失了先机 只能老老实实退兵 经此一事 刘邦对吕智的印象又有些好转 两人的关系也不像之前那般水火不容 七夫人急了 生怕自己前些日子做的功夫白费 只能瞅准时机再次生事 七夫人提起了沈一鸡护送吕智回宫的事 说一路上二人孤男寡女日夜为伴 还有沈一鸡护驾有功 也不进攻求少 别是他与吕智之间有什么隐情 这番话果然让刘邦陷入怀疑 将吕智喊来一通问责 对于他的解释是一概不听 好不容易缓和的夫妻关系再次陷入了冰点 这天刘邦喝了点小酒 开始和这几位大臣吹牛 凡事当今天下好几 朕都能量彩任用 所以得天下 可是项羽呢 他就用了一个范增 还用之不当 结果落得个乌江自闻 刘邦表示运筹帷决胜千里 他不如张良 治国安民他比不上萧和 同百兵美战必胜 他又不如韩戏 但谁让他火眼睛睛会看人用人呢 本来刘邦说这话是带着点开玩笑的意思 奈何韩信肚子里有气 当场就开启了阴阳怪气模式 说刘邦虽不如他会带兵 但善于带将 让众人都受他制约 这就好比打猎立功的是猎狗 获利的是猎人 刘邦还没有所反应 凡快就气得拍桌怒斥韩信 而刘邦强忍心中不快 当起了何事老 说今天本就是君臣之言 理当直言问答不必忌讳 猎人猎狗之说 虽然用词不大 可也不为之故 可当刘邦回到七夫人寝宫后 大发雷霆 这几天就没一个让他高兴的事 先是怀疑吕志和沈一击有鬼 沈问了轻而半天也没审出个结果 还跟吕志大吵了一架 想喝点酒换换心情 又遭到韩信的明朝暗访 七夫人上前安抚他的情绪 说既然韩信迟迟不回封地 干脆就不让他走了 把他留在长安城内 让他的三十万大军卸甲归田 刘邦自然想过这样做 但这么一来就只剩凡快手里的二十万大军了 难保他不会是下一个韩信 况且现在他和吕志关系不合 若是吕志一声令下 将吕志家族手下的两支南北禁军召集起来 再联合起凡快 那他可就危险了 七夫人听此眼珠子低溜转 心里感叹 这又是一个除掉吕志的大好时机 他让刘邦去询问吕志 如何处理韩信的三十万大军 倘若他说谢甲归田 就说明他有二心不可不防 刘邦听此点了点头 说着刘邦立刻派人传召吕志 询问他对处置韩信三十万大军的想法 谢甲归田 这四个字一出 刘邦瞬间杀一四起 不料吕志话锋一转 接着说当初凡快驻扎陈仓的二十万人马 就是为了防止韩信 如今要瓦解韩信部队 那凡快的这些人马也没有留的必要 这话说的刘邦一脸震惊 凡快可是你亲妹夫啊 刘邦看着如此身名大义的吕志 不由得心生愧疚 破天荒地让他留在宫里过夜 与他闹起了往事 两人敞开心扉交谈一番 化解了之前的误会 躺在床上准备美美入睡 而得知此事的欺夫人气得呲牙咧嘴 没想到皇后娘娘好大的本事 年老色衰 还能勾住皇上扫祸 这一下她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脑子飞速运转 最后想到一个办法 急冲冲地跑到吕志寝宫 门都不敲一下 直接打断刘邦和吕志的二人世界 吕志一脸无语地看着欺夫人 可还不等她说些什么 刘邦就已穿上衣服 提着剑跑出去了 吕志只好跟在后面 但一行人搜了半天 连个鬼影都看不到 鬼魂就是鬼魂嘛 来无踪去无影的 怎么能找得到呢 经过这么一闹 刘邦也没了兴致 加上欺夫人在一旁装柔弱 手一挥就让吕志回自己宫里去了 看着欺夫人跨着刘邦离去的背影 吕志心中对欺夫人的恨意再次上涨 不过让他更为恼火的是还在后面 没过多久匈奴使臣来访 参见刘邦后要求他旅行约定 刘邦一听满脸疑惑 过了好长时间才回想起来是有这么回事 原来三年前 刘邦御驾轻征 结果却反被匈奴围困在白灯山 为了逃命 不得已与匈奴签下联姻的协议 如今人家找上门了 为了防止赖账 还特意将当时盖有御印的萌书 拿出来展示在众大臣面前 这下刘邦想赖也不好赖 吕志都无语了 如今成年的公主只剩下他亲生女儿 可是我们早已把女儿许被给张傲了 这是天下人人皆知的事 袁儿也不会答应啊 那现在匈奴要人 你说要我怎么办 吕志自然舍不得女儿嫁入匈奴 想要把婚退掉 刘邦听此瞬间就不同意了 若是他们以毁约为由发兵南下 那我大汉江山可就危在旦夕了 而鲁园公主听说匈奴来要人 在宫里就直接闹起来了 小姨妈在一旁安慰她 表示刘邦老毛病又犯了 当年她经常败给向女儿 就经常要把公主许配给向伯父 可鲁园不想就这么认命 她又去找太子刘盈帮忙求情 这下连亲弟弟都靠不住了 只得自己亲自出马 鲁园跑到父母面前扬言要宁死不嫁 吕志听此也急啊 直到看了一眼是女轻儿 突然记上心头 她想让轻儿带公主出嫁 并封轻儿一个长公主的头衔 如此一来礼带桃江 刘邦忍不住笑出声来 想她连年干戈征战十余仔 判的就是天下太平 她是真的不想再打仗了 这个办法倒是两全其美 而亲儿即便是心中不情愿 可谓奴为婢的她 哪有反抗的机会 只能老老实实地让人梳妆打乱 准备去往匈奴使者的驿馆 可当妻夫人得知皇后答应联姻一事 立刻明白其中有猫腻 主要她不信吕志能答应得这么爽快 把闺女嫁给一个蛮荒之地的老头 思来想去觉得其中一定有诈 借着送礼的名义 蹲在吕志送行的路上 公主我不信你了 行了行了 公主该走 仅仅只是这一摸 妻夫人就搞明白了 吕志这是把公主给掉包了 毕竟公主的手上可不会有一层茧子 于是她立刻派遣李高超小道赶往驿站 把这消息透露给了匈奴使者 并告诉她如若不信 大可以掀开投杀看看 真正的鲁园公主下河少了一颗牙 李高离开后使者半信半疑 在看到轻而假扮的公主来了之后 提出要看看鲁园公主的样貌 却被一旁的下人推三阻四 这一看就是有鬼 直接抽刀将面纱挑走 果然如李高所说 这是个冒牌货 匈奴使者火冒三丈 当下就带着侍从们离开 没过多久 刘邦就收到了匈奴大军南下的战报 这让他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 打不一定能打过 不打又不舍得把闺女嫁过去 可吕志则认为这场恶战迟早要打 与其跟他们和谈不如宣誉全国 调几个封国兵马 召几百万有志之士扫平匈奴 这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刘邦却觉得是原水解不了近可 两人对此争执不下 心烦意乱的刘邦来到七夫人这里发牢骚 而七夫人身为一只合格的苍蝇 只要有风就使尽的钉 主要鲁园公主远嫁匈奴 与她而言百利无以比 于是她不断给刘邦洗脑 把鲁园公主嫁给匈奴 如此以来 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下一任产业 到那时不用武力 就能把匈奴变成大汉的僵度 这话说的刘邦十分心动 不过她有点担心 性格刚烈的公主会不同意这件事 七夫人让刘邦别操心 嫁女的事就交给吕志姐姐 压力再次给到吕后这边 纵然爱女心切 但在江山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吕志正准备好好劝说女儿 没想到公主竟然已经和心上人私奔了 得到消息的刘邦第一时间怀疑是吕志所为 是不是你故意放她走呢 我就是再不愿意她嫁往匈奴 也不至于做出这种糊涂事 但刘邦根本不听解释 认定是吕志放走了女儿 而无缝不钻的七夫人 更是趁此机会煽风点火 欺负人一顿输出 让刘邦更加恼火 匈奴人已经放出最后通牒 要么交出鲁园公主 要么就等着兵临城下 吕志静还在添乱 不知情的吕志背了大锅 只能亲自来找闺女 可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鲁园还是决定远走高飞 然而刘邦的人马也正巧赶来 鲁园公主被抓回永巷 而老乡好张敖则被打入死牢 但她依旧坚持不和亲 这让刘邦感到焦头烂了 于是七夫人又出起了主意 刘邦为了稳固自己的大汉江山 也不得不牺牲女儿的幸福 在此关头宣布将张敖就地处决 吕志不忍心张敖人头落地 于是又来劝说女儿和亲 鲁园公主为了心上人的性命 只能同意去匈奴和亲 刘邦其实也舍不得女儿远嫁仇敌 但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 并没有条件与匈奴大动干戈 出嫁当天老父亲痛哭流涕 吕志也不舍得将女儿抱住 这一别此生在难见上一面 总之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中 只有七夫人举杯庆祝 总算是把公主嫁到匈奴去了 日后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着 得意忘形的七夫人翩翩起舞 全然没有发现刘邦正静悄悄地注视着一切 他一脸烦躁地询问 什么是值得他们这么高兴 要知道他才刚刚忍痛歌爱 把闺女嫁去匈奴和亲 这一伙人却在这里在歌在舞 美好气地说了几句七夫人后 刘邦就离开了 可他殊不知 身为鲁园公主正排未婚夫的张敖 正跟在匈奴车队的后面 时刻准备着抢婚 眼看匈奴就要踏出汉朝疆域的最后一站 张敖终于下定决心 乔装打扮成平民百姓的模样 和他们走进了同一家旅馆 打算在今晚动手带走鲁园公主 却不想旅馆内还坐着一个吕智的老熟人 沈一基 他不动声色地听着张敖几人的谈话 得知楼上住着吕智的亲女儿 又听到张敖他们的抢婚计划 眼珠子一转心里有了盘算 在张敖等人出去后 他娴熟地翻墙躲避匈奴侍卫 来到鲁园公主的屋里 上来就先自爆家门 沈一基告诉他 自己偶然听到了张敖说的话 不忍心看他驾往匈奴 更不忍心吕智为此伤心难过 所以才冒着危险来救他 并且还把张敖准备抢婚仪式说出 话应当落楼下链子内 就传来了刀枪碰撞的声音 张敖已经带着几个随从 和匈奴侍卫们打了起来 但毕竟寡不敌众 他们很快就落了下风 张敖只好在随从的掩护下溜走 本以为自己是无功而返 却不想在旅馆外的小树林里 看到了他心心念念的鲁园公主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一旁的沈一基不愿吃狗粮 催促着两人赶紧赶路 然而没过几天 身处皇宫的刘邦就收到了一封加急信件 匈奴太子莫夺 和他的兄弟篡夺王位不惜侍君 刘邦摇了摇头 据说莫独烧了皇宫 宫中无一人幸免 吕智听此贪坐在地 恰巧此时陈平闯了进来 说赵国信使来报 昨日鲁园公主和赵王殿下已经完婚了 刘邦和吕智既疑惑又兴奋 再三确认消息属实后 刘邦高兴得何不拢嘴 正然而大难不死 还嫁给了张傲忠诚 这木毒杀死了他的老子 这匈奴上下乱成了一锅粥 几天之内 我大汉江山可保无忧啊 忙完女儿的事 吕智就该忙儿子的事了 主要在欺负人的再三挑拨之下 吕智与刘邦的夫妻情分越来越淡 因此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之位 他决定把烦快的女儿 取进门当太子妃 秀芳啊 可刘邦却一脸抗拒 自己这个表妹跟吕智描述的 不能说一模一样 简直是大相径庭 见刘邦不说话 次日吕智干脆把秀芳接进宫里来了 打算让刘邦看看 若是她同意了 那也无所谓刘邦喜不喜欢 而秀芳第一次进宫 就给刘邦带来了一个小惊喜 梅晴是直接冲了进去 快叫皇上 谁不正是皇上 不过他也是我姨父 对吧姨父啊 对对对 说着还不等刘邦反应过来 他就拿起了桌子上的毛笔 在刘邦的竹筒上一通乱话 随后又把香炉盖子掀开 吹了刘邦一脸灰 被刘邦强行拉着坐下 还没说两句话 又起身去敲后面的青铜钟 看着刘邦起身 自顾自的一屁股坐在上面 哇你平时就坐在这儿啊 对呀 那皇后娘娘也能坐吗 也能坐 那我愿意嫁给刘云哥哥 以后我就不管你叫姨父了 正当刘邦思考这句话的意思是 西夫人又来凑热闹了 不过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 秀芳这里就又闹出了动静 她上蹿下跳的没个正行 差点没把宫殿给烧了 这让刘邦差点没气死 对吕智挑的这个儿媳妇相当不满 把秀芳带下去后 拉着吕智就让她四处看看秀芳的杰作 而此时凡快在家里却是吃妈妈香 她早就说过自己闺女不行 这两姐妹非不幸 这一下可好了 丢脸都丢到外面去了 另一边收拾好宫殿后 刘邦召见了刘盈 询问她对秀芳当太子妃的看法 可刘盈却是什么都不说 不管刘邦怎么问 她都皱着眉头 直到最后憋出一句 万事都听父皇母后的 可正是这句话 让刘邦龙颜大怒 你那好像挺有心眼的 我看你是越长越没出息 这是给你选妃 又不是给父皇和母后选妃 刘邦本就觉得太子太过人后温顺 经此一事更是觉得她软弱没有主见 再加上七夫人 三天两头的枕边风 让刘邦产生了废太子的想法 萧和和陈平从中劝导 但刘邦却是丝毫听不进去 让他们都退下 又去找七夫人发牢骚去了 看出来刘邦想要改立太子的想法后 七夫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给她洗脑 同时也在心里盘算着 如何让刘邦彻底下定决心 这天七夫人端着一些亲手制作的绿豆糕 跑到刘邦这里献殷勤 看刘邦吃得开心 他趁机提出给众王子送去一些 刘邦自然答应 七夫人便吩咐自己的贴身侍女明禅 把最大最特别的那块给太子 就在刘盈满心欢喜地准备把绿豆糕塞嘴里时 吕智突然赶到 拿起那块绿豆糕就问明禅 这是从哪里拿来的 得知是七夫人手作之后 吕智直接把这块与其他人都不一样的绿豆糕 砸在明禅身上 还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 你只想要害死太子 你难道不知道吗 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杨杨 吕智还逼着明禅把这绿豆糕吃下去 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宫女说什么都不肯吃 吕智这下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向来和自己不对付的七夫人 怎么会无视献殷勤 要把最大的那块绿豆糕给刘盈 这一来二去的动静就闹大了 刘邦和七夫人赶来 就看到了吕智施暴的一幕 吕智当即状告七夫人下毒 但刘邦不相信自己的小娇妻 会特意做绿豆糕害皇子 才真野吃的 和这是一样的绿豆糕 怎么没有中毒啊 谁敢给您陛下下毒了 再说毒死您 对它有什么好处 面对皇后的诬告 七夫人当场急眼了 非要吃下绿豆糕以正清白 皇上请赐千妃实用 我实在受不了这天大的冤枉 若不恩准的话 我就一头撞死在这柱子上 七夫人态度坚决 直接抢过绿豆糕 当众一口一口咽下去 结果却一点事也没有 原来七夫人根本没有下毒 这一切都是她和宫女演的戏 吕智素以心计力还著称 她怎么能料到 本宫以她技高一成 即便有一天真的要杀刘盈 七夫人也只会用 杀人不见血的手段 画面一转 七夫人就跑去刘邦面前哭闹 说自己被冤枉多委屈 但刘邦偏偏就吃这一套 直接将小娇气暴在怀里安慰 而吕智则望着绿豆糕郁闷不已 没想到七夫人手段如此高明 不禁为自己和儿子的未来深深担忧 皇后娘娘皆知 永安皇后皆知 吕智身为皇后 不能身为表帅 无告他人下毒惊扰后宫 为师成见 特罢去永安封号 亲子 不过吕智虽然被罢免了封号 收回了皇后大印 但依旧保留皇后位 这个结局让七夫人非常不满 毕竟只要吕智还是皇后 自己就奈何他不得 与此同时韩信又准备造访了 刘邦看着密报级的坐立男安 刘邦表示自己准备亲自统帅大军 前往扑灭叛贼 七夫人一听连忙在一旁放彩虹屁 说只要刘邦一到前线 那些反贼肯定瞬间土崩瓦解 但吕智却并不认同这个主意 他认为韩信早有谋反之心 暗中在当地招兵买马 若是大军压境 岂不是逼着他造反 况且长安城现有的士族 远不及储兵数量多 如何打得赢 刘邦叹了口气 吕智说的确实有道理 况且朝中现在也没什么能和韩信抗衡的大将 说不定自己这一去就回不来了 正当他不知道怎么办事 吕智再次开口说 他倒是有个办法 可以不费一兵一卒的请到韩信 那就是传召四方说要出游云梦 在那里召见诸王聚集群臣 这样一来 韩信就会认为您是无视出游看风景罢了 况且云梦离处地十分近 韩信一定会前来觐见 届时只要陛下您安排几个内侍 足以把韩信拿下 妙啊 可这一声妙又让七夫人不爽吗 当天晚上就在刘邦枕头边发牢骚 说吕智的主意不好 说不定还有什么坏心眼 但刘邦去意已决 七夫人眼看说不动他 便让刘邦带着自己一同前去 省得刘在后宫遭吕智算计 次日一早刘邦交代吕智 让他与萧和一同管理朝政 说完便和七夫人坐进马车 而在处地的韩信得知此事后 陷入了两难境界 他虽有造反之意 可眼下并未准备完善 韩信不知道是派精兵埋伏 请助刘邦和朱王侯 还是把窝藏在他家的朝廷要反 钟离妹的人头交上去 暂时稳住刘邦 等他准备好了再举兵造反 经过他的再三思考 他决定还是在等等 于是在刘邦抵达之后 他带着钟离妹的人头前来境界 不料下一秒就被拿下 刘邦把他藏匿朝廷要反 招向内判收兵买马 蓄意谋反的罪名一一数出 丝毫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就让人把他压了下去 韩信就这样被拿下 刘邦等人也回了都城 经此仪式 吕智与刘邦的感情再次升温 只是意外很快到来 这天吕智正和青梅竹马酗酒 忽然正派老公刘邦赶了回来 娘娘 娘娘 皇上回来了 皇上回来了 清儿一边报信一边出去拖延时间 奴婢 靠见皇上 为何高声喊叫啊 奴婢好久没见皇上 所以一时激动 刘邦哈哈大笑 询问吕智在何处 清儿结结巴巴地说 他在宫中祈福降雨 于是刘邦进来后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身穿道士服的沈一鸡跪在前面 拿着浮尘摇晃 而吕智则神情专注地跪在他的身后 刘邦喊了三四声 他才回过头来 说刘邦前脚刚离开 自己后脚就收到了奏报 河南百姓阴天汗 粮食颗粒无收恶嫖遍地 虽说可以开仓放粮 但国库里的粮食连士兵们都快供不起了 所以他才想办法把离山道长邀进宫中 让他帮忙做法求雨 刘邦听此十分欣慰 皇后就是皇后 如此体贴百姓 为国家设计着想 可当他想要看看这位道长的相貌之时 雨智却遮遮掩掩掩地赶紧让他离开了 不料这一幕又被欺负人看到 他眼珠子一转 心里就又冒出一个主意 于是刘邦来到他请宫时 他就开始作妖 刘邦一脸难闷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可是皇后专门请来欺负的道长 可欺负人却坐在他身边 说看着那位道长长得还挺像沈一鸡的 想到这刘邦拍桌而起 火冒三丈 欺负人见状继续煽风点火 说可能是你久久不让皇后事起 他难免有些寂寞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要不然你先说明我一段时间 也好让吕智姐姐 胡说八道 可是这个吕智 她是当朝的皇后 就是朕 人生 永世不和她同床 她也不能和任何人死通 刘邦气急败坏离开 吩咐手下去离山捉人 然后自己直奔吕智请公质问她 那个道长姓慎名谁家住何处 道长 就是道长 臣妾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 这一巴掌直接把吕智打懵了 可还不等她说话 刘邦就开始扣帽子 你趁我不在宫中做的那些龌龊事 我全部都知道 你就等着我把那个人抓回来 当着你的面把她碎尸万段 但很可惜 她派出的人连沈一鸡的影子都没看到 欺负人心里快烦死了 好不容易又有机会整只吕智 现在却抓不到人没证据 刘邦心里也是十分憋闷 毕竟没有谁愿意不清不楚的 头顶轻轻草原过日子 本就对吕智心生嫌隙的刘邦 如今更加厌烦她 贼太子的念头也在她心中愈演愈烈 正巧那韩信的封地处地空了出来 刘邦就想着派刘盈去这待着 然后把太子之位给欺负人的儿子刘如意 刘盈欣然答应了刘邦的建议 屁颠屁颠回去向吕智报喜 你父皇都说什么了 父皇说了 他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生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 儿子靠不住 那他只能靠自己 吕智打算去刘邦那里说好话求求请 可他冰冷决绝决的态度 让吕智彻底绝望 只好联络朝廷中的众臣们 拜托他们想想办法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 好在众位大臣还是靠谱的 一致表示立保太子 于是这天 刘邦准备在朝堂上想要强行废太子 太子刘盈 秉庆柔弱且无准解 只可为臣不可为君 远不如如意王子 这件事关系到我大汉江山社稷之兴衰 朕恳请众亲 勿执意 然而他话音刚落 周昌就率先持反对意见 随后其余大臣也相继投出反对票 并齐齐跪在了刘邦面前 刘邦被这一幕给整蒙了 但他又没办法 毕竟大臣们不奉照 他这诏书就跟白纸一样无用 而此时的欺负人还不知道这事 正美滋滋的和好儿子排练 登机之后的场景 当然当刘邦把这件事告诉他之后 他就又耍起了老本行 一哭二闹三上吊 不过这一刻他也终于明白 一百个自己在那些众臣们心中的分量 都不如半个吕智 他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在前朝的势力远远不如吕智 而这其中丞相萧和就是他最大的阻碍 于是他和李高一琢磨 打算除掉萧和 恰巧前段时间他听说刘邦不在世 萧和为了救济河南栽民 占用了刘邦打算以后做灵寝的那片地 顿时系上心头 到了那里 百姓们只认萧和不认刘邦 即便是知道大汉皇帝就在眼前 他们打心里还是最敬重萧和 毕竟正是因为有了他 才保住了他们这些人的命 可百姓们做法让刘邦十分憋怨 欺负人也在一旁煽风点火 刘邦十分烦躁 阴阳怪气地说道 丞相你现在可是得不久中 黎明百姓见了你比见了我都还开心 连我都比不上你 萧和自知不妙 回宫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忍智 说自己打算辞官回乡 不管吕之怎么挽留劝说 他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但欺负人哪能这么容易放过他 当下就派李高去刘邦那里 窜多他至罪于萧和 任何一个君主都计讳大臣功高震主 刘邦也没例外 次日召见了萧和 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收买人心 打着立国立民的旗号中饱私囊 萧和张张嘴想要解释 可刘邦压根不想听 非要他现在就在兵把那里的百姓全部杀掉 但萧和宁愿赴死 也不做伤天害理的事 这把刘邦气得直接将他押入大牢 又让李高代人将他的家产全部查抄 可当他看到萧和家的账策时 惊呆了 身为一国宰相居然这么穷 唯一看起来比较贵的 还是当初自己赏赐给他的一个宝箱 除此之外 竟找不出丝毫能证明萧和贪污受贿的证据 可抓都抓了 他总不能再把人放了 面子没地格 再加上欺负人一直在他耳边念叨杀掉萧和 他实在是两头犯难 杀没证据 不杀没面子 而且自从萧和入狱之后 前来求情劝说的大臣一个接一个 就连一向软弱的刘盈都跑过来求情 很明显 他的双伤令人着急 说出口的话不仅没让刘邦萧起 反而更添了一把火 丞相公贯群臣 天下百姓有口皆碑 不仅满朝文武 视丞相为宗师 就连儿臣也奉丞相为楷乎 刘盈一脸不服气 表示宰相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 国中一日不可无宰相 这一番话 精准踩到了刘邦的雷点 他怒斥刘盈是个糊涂蛋 但刘盈丝毫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再次开口 刘邦大声叫嚷着 让他赶紧滚出去 挨了一顿臭骂的刘盈 又来到吕智这里肃围去 不过迎接他的依旧是一顿臭骂 吕智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一个竹箭砸了过去 而周昌 陈平等人 在看到牢狱中受罪的萧和时 也终于坐不住了 联合其他大臣面见刘邦 再三劝他放了萧和 否则就把他们一起杀了完了 周昌更是直言不会直接表示 刘邦若是真的杀了萧和 那就是比骤王秦王还要暴虐 刘邦急眼了 准备跟他们来得同归于尽 激进疯癫地跟他们对着吵 眼看他情绪越来越激动 大臣们生怕他真的一个不小心自己 无奈之后先退下 但在他们走之后 刘邦小眼一眯深呼一口气 原来他是故意发神经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堵住这些人的嘴 也正是因为接连不断地有人 以死为萧和求情 刘邦的危机感更甚 杀死萧和的念头愈发坚定 而此时李高正费尽心思的 让萧和在罪状上签字画压 但不管他怎么上刑法 萧和毫不屈服 李高思来想去 决定利用萧和的忠心逼其就范 他拿着罪状来到萧和面前 说现在朝廷内外的人都在议论皇帝 您的光辉形象倒是在他们心中屹立不倒 但皇上可被你害惨了 若丞相您想做个忠臣 就应该明白君让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道理 萧和痛心疾首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他也只能选择牺牲自己来保全刘邦的颜面 最终还是选择认罪 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上千字画压 可当刘邦真正看到罪状时 内心却又犹豫起来 觉得仅仅只靠贪污受贿 定他死罪难以服众 毕竟他之前查抄萧府的财产是 总共就一辆牛车 黄金也不过百两 银钱更是少得可怜 只能顾得上府中上下的日常开销 然而李高却表示 说不定钱都在之前搜出的那个宝箱里 只要找到萧和的夫人要来钥匙 把箱子打开就行了 但夫人在面见刘邦之时却说 萧和曾经交代过 这东西只有等他死才能打开 难道这里边装的何物你也不知道 老父知道 国家老爷曾经说过 内装此物乃我萧家传世之宝 可供子孙万代享用无计 此话一出 三人都露出了得逞的笑 但是刘邦并不打算现在就打开箱子 他认为既然萧和都摊了这么多 陈平他们估计也少不了 他要再处展萧和的当天 打开宝箱来个杀意警百 再搜其他人的措手不及 他还要带着吕之一同前去兼斩 届时他只要敢当众求情 就能以同党的名义 当场摘下吕之的后官 我所以带他同去 就是要他为萧和求情 只要把萧和的罪责一公布 就以庇护同党罪论处 当众摘下他的后官 很快就要到了行刑这一天 萧和被架在囚车之上 接到两旁站的权势 为他哭泣冤的百姓 刘邦对此冲耳不闻 背着手站在台子上 一一细数萧和的罪责 但萧和的千言万语 最终只会成了一句话 刘邦一撇嘴 就让刽子手 把他的头放在了 行刑的案板之上 而刘邦只是冷眼旁观 然而就在刽子手 轮援臂膀准备下手之时 周昌站了出来叫停了他们 接着两人齐刷刷地表示 根本不知道丞相犯了什么罪 如此草率处斩 难免不是私下里有坚定小人在作祟 吕之健壮也立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有了这三人带头 下面的人也纷纷请求刘邦 将丞相的罪责公之于众 让他们心服口服后再斩杀 七夫人和李高对视一眼 情况对他们十分不利 不过还不等七夫人张嘴穿多刘邦 吕之就让陈平把当时查朝萧府的收支册子念给大家听 里面除了萧和一次又一次的捐赠家产 用来充裕国库 补充军饷外 别的什么都没有 刘邦有点尴尬但依旧嘴硬 认定了萧和私下受贿 广至田产 即便是赤裸裸的事实摆在面前 他也选择装聋作哑 七夫人见状赶忙跳了出来 让陈平打开那个宝箱 给众人看看丞相是怎么贪污的 可宝箱里空空如也 只有一份不博 在得到刘邦的示意后 陈平声音哽咽着宣读上面的内容 刘邦不可置信地拿起这份遗书 心里满满的都是愧疚 他快步走到萧和面前 亲自将他扶起 一改刚才的样子 夸赞起萧和来 并告诫朝中大臣要以他为榜样 以保大汉朝千秋万代 而萧和经此一世后闭门谢可 称病不朝 刘邦则十分后悔当初听信李高的话 但七夫人这个碎嘴子依旧不肯罢休 还是不住地在刘邦面前 说那几个大臣的坏话 挑拨他们的君臣关系 刘邦脑袋都快要炸了 总觉得这些跟着他一路走来的重臣 如今没一个跟他一条心的 而七夫人如此作妖 终于让吕智忍不下去了 再不给他点教训 恐怕这朝中的忠臣 都要被他一个个的祸害 在与萧和 陈平等人商议之后 吕智决定先从七夫人的儿子 刘如意下手 想办法为他找块封地 让他离开长安 回宫后他立刻召见了 与七夫人来往胜利的李高 打算通过他实施自己的计划 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很快七夫人就找到刘邦 为儿子要封地 这么一小块封地算什么 我打算给他的 是整个大汉江山 七夫人撅着嘴说 这话我都听你说了几百遍了 但我儿子到现在 还是没能坐上太子之位 如今问你要块封地 你也这么抠嗖 刘邦听此 毫不留情地斥责 七夫人妇人之见 倘若给刘如意封了王 那以后再改立太子就难了 现在除了刘盈 其他六个儿子都封了王 到时候他要改立太子 那刘非为长 又给了满朝文武一个理由 刘邦就纳闷了 是谁给七夫人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一问得是李高 当即将人找过来质问一番 可李高言辞诚恳 说只是看七夫人整天闷闷不乐 又一直担心皇后对他们母子下手 他才出了这么个主意 等如意王子封了王 有了封地 再找两个一文一武靠谱的人辅佐 也是让七夫人有个保障 刘邦听此忽然觉得 他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 反问他觉得派谁比较合适 李高小心翼翼地说出周昌二子 刘邦瞬间瞪大了双眼 是皇后派来的吧 为什么不敢 你快说 你要不是皇后派来的 那就是你想陷害朕的爱子 哎呀 我个皇上 毕竟周昌可是妥妥的皇后当 派他去照顾刘如意 怕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不过李高反应到也快 哭得一把鼻子一把泪 说这都是皇后教他说的 他要是不照做 皇后就会对自己亲儿子下手 得吕志又背了黑锅 他是想让刘如意离开都城 但他可没说让周昌跟着一起去啊 而刘邦听此气的一个脑袋两个大 让李高走后火速召见吕志 一见面就没个好脸色 不断地挑吕志毛病 你恨不得把镇周围的人都赶出宫去 让一个人待在长安宫里 这个人哪 心里男人都很 吕志简直无语了 想张口说句话 就又被刘邦打断 他滔滔不绝地发泄着不满 话也越说越重 要是敢赶他走就让你滚 反正我和他 只有一个人能留在这皇宫 不然 价无宁日 国无宁日 吕志将上次刺杀时发现的袍带人给他 反过来问刘邦你的贴身衣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我的刺客身上 这下轮到刘邦猛了 看着吕志愤怒离去的背影 他陷入了沉思 这宫中能拿到这东西的 除了欺负人之外也没别人啊 恰好一旁的内侍也凑上前表示 一次上早朝时皇上没记袍带 而头一天晚上 他是在欺负人宫里休息 刘邦凌乱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小娇妻 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来 而且听吕志的口气 还不止一次 他一直以为是吕志在后宫四处生事 搞得他不得安宁 却没想到扰乱恭维的是自己最宠爱的人 但也就是在这一刻 他决定给欺负人母子一块封地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摆明之后 吕志是一定不会轻易饶了欺负人的 不过刘邦还是宠爱欺负人 让他自己挑封地 而欺负人为了恶心人 就表示非赵国不去 因为那是吕志女儿和驸马的地盘 但欺负人就是想恶心吕志 刘邦何尝不知 但这些都不重要 他选择性睁眼瞎将如意封为了赵王 吕志收到了消息 得知女儿即将被人从封地赶走 心里顿时不是个滋味 更重要的是 刘邦竟然还是安排周昌为赵王的丞相 因为周昌是忠志之士 刘邦信任他 果然经过一番小之疑里动之以情 周昌还是接下了皇上的委托 保护七夫人母子 另外刘邦安排韩信为赵将 韩信与皇后素爱不合 要派她为将 若朕在百年之后 如果皇后要加害如意母子 那由你与韩信辅佐 她必要顾忌 刘邦为了保护七夫人 可谓是做足了计划 但命运似乎总是和人的希望背道而驰 七夫人在刘邦驾崩后 还是受到了非人的对待 而此时身在赵国的鲁元宫中 不满父皇做出的决定 便以驸马身染恶疾为由拒绝回京 刘邦得知后勃然大怒 决定亲自前往赵国 收拾不孝女 七夫人得知此事拽着刘邦的胳膊撒娇 非要一同前往 因为她知道一旦刘邦不在宫里 就没人管得住吕智了 刘邦十分头疼 只好下了一道圣旨 她不在宫里的这些日子 皇后极各宫 平非不得来七夫人这里打扰 为令折斩 这下七夫人才放心让她离开 而且有了这一道圣旨的她 更加肆无忌惮 自己宫里玩着不过瘾 非要拉着侍女往皇后那里跑 三分炫耀七分嘲讽地看着吕智 那眼神仿佛在说 有皇上的圣旨 我看你能怎么招我 然后下一秒 她就得到了一个大嘴巴子 这可把七夫人气得不行 与此同时 刘邦也已经抵达了赵国 鲁园公主亲自搀扶着张傲出门迎接 表示她确实病得不轻 不料刘邦却皱起眉头 说她红光满面的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有病之人 说着冷哼一声表明 正看你是仗着自己是王室子孙 又是当朝驸马 百谱罢了 听着老爹这一番言论 鲁园公主爆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她知道刘邦这么做都是为了七夫人 直接开口表明立场 然后鲁园公主夫妇俩 就被气急败坏的刘邦押入大牢了 刘邦放着美人不要 竟看上了一个姿色平庸的年轻奶妈 太监实在是不理解她的眼光 刘邦连连白手 说她不懂 刘邦表示自己纯粹就是为了 七七宫里那两个婆娘 天天牢牢叨叨的要把她给烦死 她也找个人烦他们两个 可此时的刘邦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个她嘴里又土又俗的奶妈 在之后救了她一命 太监虽然觉得刘邦此举 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 但也不敢违抗命令 只好找到奶妈恭喜她被皇上翻牌了 奶妈虽然姿色平庸 但还有点脑子 她不觉得皇上那样的大人物 会对自己一见钟情 其中必定有猫腻 十分谦虚地婉拒了太监 说自己是穷乡僻壤出来的 万万不可高攀 奶妈可不想去宫里躺浑水 但小太监却不依不饶 给她讲起了违抗圣旨的下场 这下奶妈只好不情不愿地 来到刘邦这里伺候 不知道是氛围太过暧昧 还是光线昏暗 刘邦越看奶妈越觉得 她别有一番风味 这土味情话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 刘邦搂着奶妈 准备好好的跟她说说话 殊不知此时的韩信 已经在计划怎么除掉她 原本韩信被罢了职以后 一直待在长安 是妻夫人建言让她来赵国辅佐刘如意 但韩信贼心未死 哪肯老老实实的 借着刘邦把赵敖压入狱的机会 她窜夺了赵敖的贴身侍卫 让他们劫狱 还慷慨地借给了他们一百名士兵 准备趁劫狱的功夫杀了刘邦 一了百了 此时刘邦抱着奶妈刚睡着 就被外面的骚乱声吵醒 她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出去查看情况 发现他们已经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差点没下的魂飞魄散 幸好有奶妈带路从后门逃跑 要不然真的可能把命搭在这儿 刘邦带上几个心腹 连夜往长安跑去 但追兵反应也很快 眼看刘邦等人就要被追上时 沈一鸡从天而降 刘邦还以为他是来趁火打劫 许他性命的 却不想沈一鸡直奔后面的追兵 刘邦这才得以安全回朝 不过这场兵变给他留下了不肯磨灭的印象 想必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去赵国了 而七夫人听说皇上回宫 正精心打扮自己 势必要做后宫最美的一枝花 却不想听闻皇上带回来个赵国姑娘 这可让七夫人愁得要死 本来一个吕之就不好对付 现在又来一个和他争宠了 他再次不安分起来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奶妈正受宠肯定不能对他下手 倒是是除掉吕之的又一大好良机 毕竟刘邦本就厌烦吕之 如今又险些在鲁园公主那里丧命 只要自己稍加煽动 刘邦一定会对吕之声音 认为赵国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指使的 说干就干 七夫人先是说动刘邦 让自己去审理造反一事 好从中在罪状上做些手脚 接着就开始熟练的泼脏水 刘邦眉头紧皱皇后是对朕不满 但朕想不通的是 既然他想杀了我 为什么沈一鸡又在关键时刻救假 这话恰好又给了七夫人一个话笔 那沈一鸡一定是皇后派往赵国的信使 由他传达皇后的旨 离他发现事情里外露 就假意护驾 以获军心 七夫人言之早早表明 沈一鸡要不是提前知道有人谋窜 怎么会那么巧地出现在城外救假 这话说得有理有据 毫无反驳的余地 于是刘邦直接下令 把吕之一党全部捉拿归案 不许漏掉一个 大臣们很是不解再三劝解 反倒让刘邦更加生气 是军谋窜 案情重大 不把他们抓起来 如何成理啊 他压根不想听这些人说话 手一挥就宣布退朝 萧和知道刘邦现在在气头上 说什么都没有 于是私下来到牢狱之中 准备亲自审问一下赵府家丁 仅仅几句话 就发现了其中的漏洞 他赶紧和陈平一起找到刘邦 说之前呈上来的那些签字画押的罪书 估计都是假造的 而且赵府家丁仅有二三十人 怎么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都抵不住他们 这么一说 刘邦又觉得此事确实十分蹊跷 眼看刘邦又动摇了 李高赶紧将这一情况告诉七夫人 劝他还是就此收手 可七夫人却表示错过这次机会 就等同于放火归山 绝不能让吕智活着从牢里出来 为了斩草出根 已经走火入魔的七夫人决定给吕智下队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萧和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 在关键时刻及时就下了吕智 吴明 你是特意来孝敬娘娘的 是 她是心怀叵测 吕智听了萧和这番话 才发现自己差点就去见了阎王爷 当然他也猜出了此事的幕后黑手 于是直接表明 吴明 本宫把这杯酒赐给你 吴明本想再挣扎一番 但想了想事情暴露后闹到皇上那里 他也是难逃一死 早死晚死都得死 于是将七夫人指使他下毒一事 全盘拖出 随后痛苦地端起毒酒一饮而尽 当场毕命 此时的七夫人并不知道 自己的计划已经失败 还在早朝之上窜多刘邦 赶紧给吕氏一族定罪 然而就在此时 萧和带着吕智来到了朝堂之上 刘邦见此大发雷霆 以为他是偷偷从牢狱跑出来的 全然不顾患难夫妻的情分 直接开口斥责了 好大的胆子 是被朝廷重犯 你敢前逃出狱 你这眼里根本就没有朝廷 萧和 带他回大牢 结果萧和听此手一声 说自己有本要揍 上面的内容正是他收集到的 皇后无罪以及被陷害的证据 可刘邦却并没有追究 独久仪式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因为他心里清楚 除掉皇后扳倒吕氏一族 受益最大的人非妻夫人莫属 而妻夫人可是她的小心丹 于是这事就这么糊弄过去 且下朝之后刘邦找到妻夫人 直接表明如今张傲病逝 自己打算让她和如意回封地去 妻夫人一脸难闷 怎么突然说起这事了 刘邦一脸看透一切的表情 关不关你的事 咱俩心知肚明 反正这事我也不会再追查了 这话说的妻夫人心里有点忐忑 连忙辩解说她真的没干这事 刘邦听得一脸不耐烦 都是已至此了再装傻 不就是故意糊弄我 心里也因此对妻夫人产生了隔阂 妻夫人倒也有点小聪明 见刘邦神色不对 立刻开始以退为警 表示自己愿意和如意一起回封地 只不过心里最放心不下 最舍不得的就是她 而这番对话 被吕智安插在刘邦这里的人 一字不差地转告给了她 这下吕智也坐不住了 要知道这个刘如意多待一天 刘盈的太子之位就多一份威胁 吕智当即来到刘邦这里 建议让刘如意尽快赶往赵国 既封如意为赵王 若迟迟不去封地那边 韩信便为无主之将 怎敢计 刘邦却觉得她太多疑 毕竟赵国那边还有周昌盯着 怎么可能任由韩信胡来 还以如意还小为借口 说要多留她两年 可吕智等不及了 别的儿子都早早去了封地 凭什么妻夫人的儿子就高人一等 莫非是不想做封王了 留在长安等着做太子 旁边的妻夫人听词也憋不住了 起身表示 皇后哪里是担心韩信 分别是想把我们母子赶紧弄走 我还得伺候皇上呢 伺候皇上 你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 大江山的时候 你在哪 我在哪 当初皇上遇难在我家的时候 你又在哪 两人再次争吵了起来 身后的刘邦实在是受不了了 转身离去去找他的新宠召集了 刘邦冷漠的态度让吕智彻底死心 于是打算去找他的老相 郝沈一基谈谈心 结果到地方才发现 沈一基上次救驾之时 受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若是他再晚来两天 估计见着的就是沈一基的尸体了 吕智急得不行 想留下亲自照顾沈一基 可身为大汉皇后的他 按理说是不能在外面过夜的 吕智不得不想办法在宫外多待几天 思来想去 他撕下自己一片衣角交给亲儿 而此时的皇宫内已经乱了套 刘邦找不到自己老妈 都快急疯了 哭哭啼啼地跑到老爹面前 你就知道哭哭哭 你还会什么 好了别哭了 我会派人把你母后找回来的 刘邦也是急得坐立难安 他倒不是关心吕智的安危 只不过是皇后在外过夜 有失皇家颜面 至于妻夫人则抓住一切时机 构陷吕智 说他一定是去和沈一基过二人世界去了 没想到刘邦听此却叹了口气 自己倒是想成全他们两个 但谁让吕智身份特殊 成全他俩自己的脸也就别要了 妻夫人听此微微挑眉 这还不简单 让他俩一起消失不就行了 不料此话却让刘邦一愣 妻夫人听后却表示 评价一个女人的善恶只有一条 那就是是否遵守妇道 而自己自从跟了刘邦之后 便再没想过其他的男人 妻夫人这意思说白了就是表明 吕智在这方面不检点 她的话让刘邦很是满意 可就在这时 轻儿突然闯了进来 说自己白天随着皇后去山上祈福 却不料皇后跌落悬崖 刘邦听此赶紧让人带兵去搜查 妻夫人则偷偷给带兵的将领一封密信 不过一连数日 他们都没能找到吕智的身影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妻夫人觉得这对于她来说 简直是天赐良机 她让李高带头上一封奏折 内容就是策立新皇后 刘邦也欣然同意 刚一收到奏折 就立刻把几个大臣召集起来 通知他们自己要封欺负人为后 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 刘邦都充耳不闻 直接把册封大典定在明日午时 次日萧和 陈平等一众大臣及吕氏族人 一个接一个地劝刘邦收回成命 毕竟皇后目前只是失踪 并未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已经丧命 可刘邦都装蒙作哑听不见 而也早早穿上皇后朝服戴上凤冠 然而就在诏书即将要念完之时 吕智却突然出现 在场的大臣也纷纷向她行跪拜之旅 七夫人脸上的笑容则瞬间凝固 想她与吕智斗智斗勇多年 眼看就要坐上大汉皇后的位置 却不想吕智再次打乱了她的计划 七夫人差点没气炸 而刘邦本想来安慰一下小娇气 谁知七夫人胡讲蛮缠 把气都撒在了刘邦身上 就差这么一点 你也看见 这满朝的文武都向她跪拜 对你却视而不见 你说我也不能把满朝的文武都给杀了 你是皇帝还是他们是皇帝 恼羞成怒的七夫人不仅指责刘邦没用 还将凤袍和凤冠肆肆意践踏 这下刘邦也不高兴了 怒斥七夫人依仗自己的宠爱 变得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这是我心里的冤枉委屈 冤枉什么 委屈什么 你看 就你这样 你还跟皇后去较量 皇后那是等贤之辈吗 她和我南征北战 出生入死 你岂是她的对手 七夫人听此恼羞成怒 威胁刘邦以后都不要再来她这里 本以为刘邦会像之前一样哄自己 哪知刘邦已经不想一直纵容她 于是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刘邦出门左拐 来到赵姬房里 赵姬生性随和长相貌美 更是谈得一手好情 且她既不会像七夫人一样恃宠而骄 争风吃醋 也不会像吕智一样婆婆妈妈牢牢叨叨 相比那两个母老虎实在是好太多了 正当刘邦沉醉在温柔乡里时 七夫人却又闯了进来 你来干什么 朕早就跟你说过 不想见她 您还记恨我 我早就忘记了 今晚我特意备了一桌丰盛的佳肴 将与你一起共度良心 朕无辞雅兴 七夫人直接被刘邦轰了出去 当然吕智这边情形也不乐观 刘邦为了避免再有人闯进来 打扰她和赵姬的好事 直接下旨以私自出宫的名义 关了旅至三个月禁闭 而七夫人这边虽然没被关禁闭 可自打被刘邦轰走那天起 一个多月以来 她的寝宫里连只蚊子都没有飞进来过 七夫人实在接受不了这种 备受冷落的日子 再加上赵姬已经怀有身孕 于是她再次把李高找来 让她给自己想办法 恰好李高刚从赵伯回来 她告诉七夫人 前些日子刘邦察觉到韩信不太老实 便派她前往赵伯打探情况 顺便查查之前张敖士君一案 是不是与韩信有关 说到这里李高猥琐一笑 毕竟赵姬第一次见到皇上的那晚 正好发生遇刺意外 完全可以借机栽赃嫁伙 不过这是非同小可 若是想要计划一举成功 必须借吕智之首 你在愚弄本宫 但李高却一脸认真 只说让七夫人只管放心 时机成熟之时 自会告诉她该如何做 可七夫人吧就是喜欢自作聪明 在李高离开之后 立刻让明禅去把韩信的心腹手下找来 打算把刘邦监视韩信的事告诉她 与之结为盟友 共同对付吕智 真是多此一举 而接着七夫人再按照李高找到吕智 七夫人听此丝毫不反驳 反而开始忏悔 说知道她对自己积怨已久 如今自己实在是知道错了 希望吕智可以原谅她 还向吕智保证 等刘邦除掉韩信回朝之后 自己就和儿子一起去封地 俗话说黄鼠狼给其拜年 没安好心 吕智自然也不会傻到 相信七夫人会无缘无故的嗜好 对此只是冷笑一声 见状七夫人也不着急 回到宫里以后 拿出那件凤袍让人给赵姬送去 美其名曰 是她这个做姐姐的给赵姬的见面礼 皇上宠姓赵姬 我想和她亲近亲近 这套凤袍送给她 就算是个见面礼吧 而赵姬毕竟出生相也 见到凤袍只觉得好看 样式华丽不说 针脚也十分精致 一听说是专门为自己做的 压根就没往更深处下 就让宫女帮自己换上 毕竟没有哪个女人不喜欢漂亮衣服的 与此同时七夫人已经在此 来到了吕智寝宫 开启了颠倒黑白模式 说着还不等吕智反应 七夫人就拉着她来到赵姬请宫 此时的赵姬正在镜子前 欣赏自己戴上凤冠的模样 一扭头看到吕智后 吓得扑通跪倒在地 七夫人生怕她一张嘴就说 凤袍是自己送的 抢先上前给了她几个耳光 还边打边骂 你真是厚颜无耻 进宫才今天 已经做起皇后梦仔了 接着还没等吕智表态 七夫人就当场以由辱皇后遵仪为由 派人将赵姬押走 整套操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丝毫不给吕智说话的机会 倒不是吕智有多纵容七夫人 主要是她也不爽赵姬很久了 再加上事实摆在眼前 所以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这也正在七夫人意料之中 在送走吕智之后 七夫人又来到赵姬这里 表现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模样 说自己刚才那么做 都是受了皇后的威胁 要不是当时我把你压到这里了 你早就死于刀下 感情好人都让她做了 而心思单纯的赵姬听得浑身发抖 且七夫人说什么她就信什么 得知皇后不仅要赐死自己 还要对自己动心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一条白铃悬在房梁之上 了结了自己与父中孩子的性命 而此时的吕智 压根没有关注这里的事情 得知刘邦在前线重见后 忙与张良商谈应对措施 分析用何种方式兼裂寒信 等赵姬生死的消息传到她这里后 她也只是惊讶片刻 便立即下令将此消息封锁 以免被刘邦知道后影响情绪 随后就又和萧和 投入到应对韩信的计策之中 此刻忙于国事的吕智哪里知道 自己又被七夫人给暗算了一把 当然这都是后话 此时吕智与萧和正达成一致 决定让萧和孤身前往韩信营帐 假意与她合作 实则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萧和告诉韩信 吕智失宠已久 加上刘邦几次三番的废太子 牵连一众吕氏族人 吕智早就对刘邦心灰意冷了 所以多次找她协商 遇反刘邦而去 如今恰好遇到韩将军带兵起事 不得不说是天赐良机 所以托自己来传口信 愿意跟韩信里应外合 驱逐刘邦另立新军 萧和表示我已经上了年纪 但是成之后便退居山林 安详晚年 可话音刚落 韩信便让人将他拿下 嘲讽他骗人的伎俩 未免太过幼稚 自己绝不会中他的奸机 说罢就扔他一把剑 让他自行了乱 萧和虽然有点慌 但还是拿起剑 原来韩信也只是测试一下他 毕竟此事事关重大 他不敢轻举妄动 见萧和如此决绝他才敢相信 当晚就派密使传信 给长安城内的心腹 让他按照信中所说行事 殊不知此心腹 早已被吕智关进了大牢 他的密信 自然而然也到了吕智手中 不过韩信毕竟是兵先警惕性不差 日夜间城抵达长安之时 突然改变主意 说自己不打算进城 也不会让萧和进去禀报 你跟我一同前往北军军营取 然后请皇后娘娘 徐尊出城前来 约我约我 这显然已经脱离了萧和的计划 可他也只能硬着头皮 答应跟韩信一起来到军营 但魔高一尺到高一丈 当韩信大摇大摆地进入帐篷 宇智早已再次等候多事 韩信 见了本宫 背后还不贵心 难道忘了君臣之礼吗 看着帐篷内没一个是自己的人 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终究是上当了 韩信跪在吕智面前 试图诡辩一番 可吕智却干脆利落地让人将他拖下去 就地斩杀 毕竟韩信造反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留着他只会是祸患 来人啊 在 将乱党韩信拿下 是 我堂堂气质男儿 竟被女子所长 击非天命啊 斩 下一秒萧和从营帐外走进来 跨吕智气势不减当年 而吕智则告诉萧和 自己早已料到以韩信多疑的性格 不会轻易进城 所以在收到密报后 就带着人来这里守株待兔 此时惊魂未定的两人 哪里能想到欺负人 在宫里偷偷摸摸将韩信的心腹给放了 而刘邦收到吕智派人加急送来的 韩信手机后一阵狂喜 连伤都不养了就要回宫 可当他回到宫里后 却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两妃子 一个已通敌罪关进了大牢 一个已经带着孩子悬梁自己 刘邦怒了 丝毫不念吕智除去韩信的功劳 直接咬定是他害死了赵姬 还诬陷七夫人 将其关进了大牢 萧和见此都觉得有些无语 忍不住为吕智说话 但刘邦却打断了他 迫不及待地让人把七夫人带过来 七夫人一见到刘邦就开始哭诉 说要是再晚点回来 估计就见不到自己了 他们也要把赵姬害死 还诬陷切非 勾结喊气 但是要把我给害死 七夫人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 把自己干的事全都推到了吕智头上 这把刘邦心疼的当即就要为他出气 他让侯峰把刚走的吕智又喊了回来 上去就是一脚 儿子来了也一样打 拽着吕智的胳膊就把他拖到一边 不过即便这样 他也不解气 又下令把吕智给打入冷宫 就这样吕智带着一身伤 住进了四处漏风的冷宫 此时正值寒冷的冬天 吕智本就身体虚弱 于是便一病不起 好在熬过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后 他终于等来了翻盘的机会 吕智得知此事瞬间从床上坐起 刘邦活不了多久了 现在就是他最关键的时候 而七夫人这边也没闲着 开始计划如何趁着吕智被关进冷宫的时间 让刘邦尽快策封自己为皇后 毕竟一旦刘邦驾崩 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而刘邦倒针对他不错 不仅想策立七夫人为新皇后 还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 可太子太父首先站出来反对 谁知竟被刘如意一剑穿心 刘如意手持刘邦给予的上方宝剑 凡是有反对的大臣都可以就地处决 然而太子太父的倒下 并没有下退上前进剑的大臣 就连萧和也站出来反对改立太子 刘如意见此证准备拔剑刺过去 向来胆怯懦弱的刘盈 却突然聪明了一会挺身而出 刘盈为了不让仲臣再为自己流血牺牲 甘愿听从父皇的旨意 将太子位让给刘如意 自己则去东海做个东海王 刘邦见此总算满意 可就在李高宣读正式的诏书时 小太监却突然来报 刘邦下的脚下一滑 赶紧让萧和出去退兵 奈何吕氏一族已经是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他们掠过萧和 气势汹汹地朝着大殿前进 七夫人见情况不妙 将刘邦拉至一旁 说着南北进军突然行动 定然是受了吕智的指使 如今吕智还在我们手中 不如就地斩杀 使他们群龙无首 刘邦听此有些犹豫 两人毕竟夫妻一场 这么做实在是有些过分 但七夫人却等不及了 一把甩开刘邦就往冷宫跑去 带着一群人非要把吕智玄在梁上吊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前两天偷偷跑出去的亲儿 带着沈一鸡及时赶到 七夫人只好落荒而逃 可当他跑回大殿之时 大批的士兵已经抵达 全都在门口叫嚣着 把妖妃七夫人交出来 刘邦急得不知所措 但为了保护儿子刘如意七夫人 最终还是拿着上方宝剑走了出去 拖着病体 让诸位大臣再次与他蒙约 随后他便吩咐刘如意 立刻前往赵国避难 他已经令令群臣前来护送 陛下 吕志却不愿意放行 将刘如意放走无异于放虎归山 可这些护送的大臣们 都或多或少地有恩于他们母子 他也不好意思为难 于是吕志只能选择暂时退让 毕竟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 刘如意早晚会死 接着吕志就带人闯进宫中 强行拉走了七夫人 打入永相为奴 待刘盈成功继承皇位之后 再跟他一笔笔算账 与此同时刘盈正抱着刘邦的手 向他保证今后自己一定争气 若是母后不仁不义 他定当按照大汉律法秉公处理 此时吕志悄悄出现在他的身后 听到这话有些心寒 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可没想到儿子也最不理解他 刘盈退下后 吕志也来到床榻前 讲述他今日之举实属被逼无奈 想他入宫不到八年 却几次三番的有性命之威 更过分的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废掉太子 吕志声味俱下 说他实在是不忍刘邦辛苦打下的江山 毁于一旦 而刘邦此时就吊着一口气 已经没有力气争辩 为了让他安心的离取 吕志趴在他的耳边沉默 只要有他吕志在的一天 大汉的江山就永远幸留 刘邦听词总算是彻底放心 咽下了那口气 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生的皇帝 就这样结束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刘邦死后吕志密不发丧 在大殿内营造歌舞生平的氛围 直到第七日实在是瞒不住了 才向天下宣布皇帝驾崩 他本想借奔丧之游 照刘如意回宫斩草出根 却不想遭到了亲儿子的阻碍 只能暂且放弃 而身在牢中的七夫人 听到桑月之石浑身无力 刘邦一死 他就真的没有重见天日之石了 不过好在他的儿子刘如意 时刻谨记刘邦身前的交代 坚守招待不出 但问题是吕志并未放弃斩草出根 他依旧在找机会 丧妻很快过去 吕志随便找了个借口连下三道圣旨 只为赵刘如意回宫 但刘如意知道回去凶多吉少 一直坚持归缩在赵伯 吕志没法最后想了个办法 赵赵伯丞向周昌回宫 周昌不能违抗圣旨 而刘如意担心母妃的安危 且周昌一走自己在重兵保护 决定和周昌一同进京 周昌本不同意但刘如意表明 只要我不离皇上的左右 太后便无法下手 我若不回去 不但会来向我问罪 而且我母亲还在她的手中 而果不其然 刘盈为了保护兄弟 不仅亲自前去迎接 还与如意一起同吃同住 完全不给吕志下手的机会 坑的就是亲娘 吕志无语找兄弟俩一起吃饭 饭桌上刘盈主动试毒 上等的美酒 李登让皇上先品尝吧 都当皇上还和弟弟抢酒喝 真是完毕 吕志见词冷笑一声 他才不会用毒酒这么拙劣的手段 他要做的是将刘如意灌醉 果不其然次日一早 不管刘盈怎么喊 醉酒的刘如意都喊不起来 哥哥 我很累 今天不想去了 去吧 我不放心 但刘如意却说自己浑身发冷 刘盈无奈只好自己先去上朝 而他前脚刚离开寝宫 吕志后脚便带着一帮人等到 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刘如意 让吕产 吕以几人强行暗中 给他灌下独角 做完这一切后 吕志又来到关押七夫人的牢笼里 告诉她她的宝贝儿子现在就在宫中 看着七夫人瞬间亮起的眼神 吕志冷笑一声表明 我可以开恩让你们母子见上一面 不过要先挖去你的眼睛 割掉你的耳朵和舌头 可即便如此 七夫人也不愿向吕志低头 我还有一说 无尽的是父母 她的脸 她的身体 我儿一定像她父皇一样 吕 像个真正的男子 那我就砍断你的双手双击 说着吕志直接命令李高将七夫人拖下去 做成了人质 而另一边下了朝回来的刘盈 实在不敢相信 自己就紧紧离开了片刻 换来的却是和弟弟的天人永远 也是这一刻 刘盈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母后有多么狠心 她拿起上方宝剑 直奔吕志的寝宫 质问她为何非要让自己被信弃 先皇去世前 她曾立誓保护如意母子的安全 如今如意被母后所害 她不能问罪母后只能以死谢罪 刘盈听此拿起宝剑就抵在脖子上 千军一发之际 沈一基连忙开口说这一切都是她做的 与太后无关 刘盈本就对外面那些 关于沈一基和太后的流言蜚语深恶痛绝 听她这么一说直接起身 拿剑往老沈身上刺取 不想轻而去忽然上前 替她挡了这一剑 而沈一基则被关进了大牢 平复了心情的刘盈再次找到吕志 说刘如意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见她母亲一面 如今她死了 理当代替她去拜见一下七夫人 吕志听此心意紧 表示还是不见为好 可刘盈下定决心非要见 吕志没法只能带她去 这是刘盈第一次见到被做成人质的七夫人 她轻轻拉起七夫人的手 却发现袖子里是空的 七夫人抬起头 更是吓得她一屁股坐在地上 回去后刘盈便一病不起 吕志看着儿子这副模样 心里也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不赌气带她去牢房了 这下把孩子给吓出病来了 她走上前本想安抚刘盈 却不想刘盈一把推开她的手 对着她大喊大叫 这让吕志有些不知所措 只好用一个巴掌让她安静下来 为了避免这件事传出去 引发一些争议 吕志还让侯风对外宣称皇上感染风寒 不能上朝礼政 也谢绝大臣们探视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皇上被太后逼风 一事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 可吕志话虽这么说 但心里也有些慌乱 皇上九步临朝确实不是好事 更何况虽然刘如意已死 但还有六个王子各占一方为王 若是此事处理不当 那时必然天下大乱 吕志无奈叹了口气 如今他身边连个说题几话 商量对策的人都没有 唯独一个沈一鸡还被关在牢中 此来想去 他决定代替儿子上朝 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大臣们的议论 觉得吕志此举是罪翁之意不在酒 表面上是临朝称志 实际上是想自己当皇上 不过碍于他的威压 大臣们也都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皇太后上朝 直到这天刘盈听到早朝的钟声 突然就精神起来了 此时吕志正坐在前朝指点江山 结果下一秒 刘盈竟然也跑来上朝了 母子俩就这么在众人面前 上演了一出抢位置的戏码 为了避免闹出更大的笑话 吕志赶紧命人把刘盈拉下去 宣布退朝 儿子终究搞不过娘啊 刘盈干脆就放飞自我了 整日只知道和宫女饮酒作乐 伺候的太监看了都是一脸的无奈 诸位大臣们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想方设法地让刘盈重新掌正 而这其中最有用的就是赶紧立红 以此来瓜分太后吕志的权力 所以不停地上奏折 请求为皇上挑选迎娶皇后 但他们的想法吕志又何尝不知道 可他却没有拒绝的理由 毕竟皇上已经24岁了 不让他结婚实在是说不过去 但这后卫的人选 他实在是毫无头绪 众臣们的女儿不能选 身份不适配的也不能选 到底该选谁 这时吕产提出了建议 这话让吕志感到十分可笑 刘盈可是张燕的亲舅舅 再说了那孩子才11岁 哪能硬凑呢 可吕志他妹却觉得这人选很合适 若是他俩成亲 他们吕家就能高枕无忧了 说着就要去找鲁园公主求亲 吕志虽没有同意但也没有阻止 这是虽然不合情理 但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纠结了一晚上之后 他还是同意了这么做 次日的一早 他找来鲁园公主 通知他为女儿准备出嫁一事 根本不容鲁园公主有拒绝的理由 而当刘盈得知此事后 只觉得吕志丧心病狂 哀求他为自己换一个人选 天下那么大 为何非要他迎娶自己的亲外生女 吕志恨不得给他一巴掌 好言相劝使他不听 如今这事都传遍朝廷了 后悔也晚了 吕志告诉刘盈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准备迎后 就这样刘盈被迫和外甥女举行了婚礼 而经此一事后 鲁园公主也彻底心死 出家当了道姑 大婚之后刘盈再次恢复到之前的模样 无务正业整日满醉 即便大婚以后他已经重新上朝 因为还是那句话儿子都不过妈 他这个样子哪里还像个皇上 我皇 我对不起你 兴许是酒喝得太急 又或许是心情过于压抑 刘盈尽可出血来 本就不怎么强健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从此一病不起 可即便浑身上下瘦的只剩排 刘盈也要拼尽全力扑倒身边的侍女 不管侍女如何推散 他都铁了心地要亲上去 吕志得之后苦口婆心地劝他介意 否则不利于病情恢复 还向他保证 等他好了 一定还证于他 可当天下午刘盈就不行了 躺在床上吐血不止 吕志得之后认为是侍女照顾不周 把气泉撒在了她的身上 皇上都是叫你们害的 我叫你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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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吕志不知道的是 自己这几脚踢下去 差点把他唯一的大孙子给踢没了 原来平儿早就怀有身孕 只是因为没有身份 不能声张 刘盈本打算等他生下孩子后再册封他 却不想孩子被吕志击脚给踢没了 看到地上的一滩血 吕志这才意识到平儿怀有身孕 他顿时也有些不知所措 赶紧叫御医前来诊治 刘盈看着昏倒在怀里的平儿 一双眼睛满是恨意地盯着吕志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这声怒吼过后 刘盈也倒地不起 死不瞑目 吕志抱着他哭得撕心裂肺 明明昨天他还好好的 明明自己已经打算还证给他 自己回老家安度晚年 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但在刘盈的葬礼之上 吕志除了悲伤更多的是担心 因为刘盈并未留下子嗣 唯一的一个孩子 白天还被他踹得生死不明 吕志就这么从白天做到黑夜 陪在他身边的 也只有沈亿机一人 吕志知道此时的皇宫内外 看似平静无波 实则暗潮涌动 所有人都在议论 以及暗中谋划皇位继承人的事 一旦处理不好 那么他即将面对的 又是灭族的命运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 张氏跑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太后平生了 活着活着 听到这话吕志才回过了神来 连忙问他生的是男是女 在知道是男孩后 吕志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吕家的帮助下 吕志成功将自己的亲孙子推上皇位 朝臣们虽有些不情愿 但最终也只能行叩拜 只不过他们心里都清楚 汉朝江山的实际掌权人 已经彻彻底底成为了吕志 而吕志则表示 自己临朝称之也实属无奈 毕竟孩子还这么小 大臣们听此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认了 那我父皇母妃在哪儿啊 他们早死了 你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那我父皇母妃是怎么死的 都是让太后逼死的 我娘也是让太后给逼走的 眼前这个说话的小女孩 正是汉惠帝的小皇后张燕 而她身旁这个四岁的孩子 则是汉少帝刘公 一晃四年过去 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 感情却越来越好 刘公虽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 可听到张燕这么说后 出于本能便说出了长大后 为父母报仇的话 不料这话全被吕智听了个一清二楚 她拽起两个孩子的手 把他们锁进了一间密室 让他们在这里面面壁思国 没我的旨意 不让出去 太后皇上年龄剩小 小洛杀 本来这么做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坏就坏在次日 吕智祭祀祀祈福之时 遭到了刺杀 好在有沈一基在场保护 吕智这才保住一条性命 但由于伤势不轻昏迷了几天 这一昏迷坏了大事 刘公和叶儿还被关在密室 醒来后的吕智一听自己昏迷了三天 赶紧让人搀扶着前往密室 可推开门看到的却是两个孩子的尸体 吕智抱着他们一顿痛苦 长子都毁清了 但也无济于事 可他顾不上悲伤 就得考虑下一位新军人选 如今吕家越来越不安分 本来以为给他们封了王 他们就会离开长安前往封顶 却不想他们反过来威胁自己 美其明约要一直留在长安保护他 吕智拿他们实在没办法 只好任由他们留在长安 如今刘公一死 他们哪会安分守己 正如吕智所想 凡快的老婆正在往自家闺女肚子里塞东西 教他学习有孕之人如何走路 主要他女婿就是七王刘斐 如今新军空缺 刘斐身为长子 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再说若是刘斐继位 他女儿就是皇后 到时候再想办法除掉刘斐 他闺女肚子里的孩子 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为此他特地带着秀芳来到吕智这里 可当吕智问刘斐时 他却说自己早与秀芳不相往来 怀孕这时就是子虚乌有 吕智刚想说些什么 众大臣们就涌了进来 纷纷请他立刘斐为皇 吕智扛不住只能答应 可哪知另一位吕家人就不满了 他也想当皇帝 于是一气之下骑兵造反 还当着吕智的面一见了结刘斐 你以为太后就能跑得了你 确认的吧 吕智却下真慌了 朝臣们早就看吕是一族不爽 不过是因为他还在的缘故 所以不敢做些什么 如今吕智杀了刘斐 恰好能给他们一个 惩治吕氏的借口 吕氏即将面临大难 可吕智却毫不在意 他已经杀红了眼 吕智见此直接被气得卧床不起 就在这时沈一基突然表示 如今还有最后一条路可走 听说带王刘恒聪明人孝 不妨迎他进京机会 沈一基还表示自己 可以亲自送去密招 由刘恒联络各路藩王集结兵力 如此一来 吕智吕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吕智思虑片刻 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 只能这么办 然而沈一基前脚刚走 秀方他娘后脚就进了宫 还带着吕智小妾生的孩子 冒充流失血脉 逼迫吕智立这个婴儿为新皇 如果你明日不上帝 我就杀季再朝文武 建立与世王朝 你敢 吕智心里急得不行 但也只能强撑着虚张声势 可谁知下一秒 秀方他娘便拿出一个簪子 告诉吕智你等的人 永远不会回来 吕智看着这只簪子 悲痛欲绝 这是沈一基领走前 自己亲手交给他的 本以为他能顺利逃离皇宫 将密诏带给刘恒 却不想还是落在他们手里 不过这一切 其实都是秀方他娘的谎言 他并没有抓到沈一基 这一只簪子 也只不过是在逃跑途中遗落的 而不知情的吕智 却只能含泪答应明日上朝 与此同时另一边 曹深 陈平等人也在商讨对策 他们不知道皇宫内的情况 只知道禁军一波接一波的进攻 这情形像极了当初吕智逼宫 再加上当初刘邦驾崩之时 吕智曾密不发丧 也有着杀掉群臣的想法 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又是吕智故技重施 换他们明日上朝 也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 目的就是为了扶持吕氏 彻底断送刘氏江山 周昌听此紧皱眉头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隐瞒吗 刘邦去世之时 曾偷偷交给他一块圣洁金牌 以做应变之需 如今吕氏谋竄危害群臣 他不得不将此令牌拿出来了 而此事皇宫内 吕智已经开始交代后世 自从刘宫去世 他的身子就一日不如一日 现在又被亲人逼着谋反 心里焦脆的他知道 不管明日能否成功立那个婴儿为心皇 他都活不了太久了 只可惜最后还害了沈一鸡的性命 如果不是自己非要他进宫陪着自己 兴许他在乡野之处 还能活得潇洒自在 吕智一夜未眠 次日上朝前秀方他娘还警告吕智 不许在朝堂之上说出真相 否则埋伏在大殿两侧的几百经军 将会把文武大臣们杀个干净 吕智心中十分悔恨 到现在他也没有了反抗的资本 只好再次抱着一个婴儿登上大殿 不过吕智终究是心狠的 端坐朝堂上之后 一只手便不怀好意地掐住婴儿的脖子 很快断了气的婴儿 从他手中滚落在地 皇上驾奔 该 虽然这是吕智的亲外孙 可他不得不亲手了结了这个 被吕氏一族推上来的傀儡 他宁可负了先祖 也不能负了天下百姓 况且他也不能让吕氏就此背上谋逆的骂名 但很明显 吕须并不想就此罢休 没了晓得他还有大的 再次逼着吕智写下诏书 要是不下诏 我就让吕智杀进满朝文武 有一个人你杀不掉 谁 周昌 听到这吕须才反应过来 今日大殿之上少了一个周昌 但现在已经晚了 周昌早已带兵杀了吕仪 收复了南北禁军 正气势汹汹地朝着皇宫而来 很快吕氏一族进阶被拿下 带王刘衡也成功抵达长安 从李高手中接过皇帝遇行 至于吕智 他坐在马车之上 让沈一基带他回老家 折腾了这么多年 他早已对皇宫里的生活厌倦至极 沈一基对此也十分开心 他等了吕智一辈子 终于等到了两人双宿双飞的一天 哪怕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年轻 他和吕智靠在一起 回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止不住地幻想他们今后的幸福生活 可是忽然 吕智的头歪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公元前180年吕智逝世 他的一生何其精彩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临朝称制的无眠女皇 与刘邦共定天下 他统治期间 遵从皇老之学 实行与民修夕的政策 鼓励民间藏书献书 恢复旧点 实行无为而至 为后来的文景之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如今我们提起吕智 说的最多的不是他的这些贡献 而是他的心狠手辣 这一切也都要归功于七夫人 吕智将他砍去手脚做人质的事 从古流传至今 但最开始的吕智 又何尝想走上这一条路呢 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 受着良好的教育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直到他嫁给当时 身为似水亭长的刘邦 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以为刘邦称帝后 他就不用再过之前的苦日子 不曾想回宫后就看到 刘邦怀里的心欢七夫人 再加上后来他又得知 在逃命路上 刘邦曾几次三番地 把他的女儿子踹下马车 他更是心寒 刘邦对自己的薄情寡义 让吕智明白 想要在宫里好好活着 就只能靠自己 于是他的心狠手辣 成了后人评价他的标准 但试想 假如是七夫人的儿子登基 他做了太后 又会轻易放过吕智吗 关注老马 我们下部剧接着聊